小龐他們來到公車站了 小龐到底能不能順利搭上公車呢 好 公車來了 可是 公車居然擴展不停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結果 小龐 你把手舉那麼高 計程車會停下來的耶 萬一有計程車停下來 那就慘了啦 可是 奇怪 公車居然停下來了 原來在沖繩搭公車時 也要像搭計程車那樣舉起手來招手 這樣司機才知道你要搭公車 雖然只是湊巧 但是小龐總算能順利搭上公車了 請客人請取消費 請客人請取消費 別忘了要拿車票喔 公車要開動了 grandmother 這時候 小龐 小龐 不能因為車上沒有人 就這樣子玩進來的啦 però 對啦 搭公車的時候 得好好坐在位子上才行 公車每次停下來 都陸陸續續有乘客上車 沒多久就已經客滿了 這時候 請坐 請坐 對不起 後面的乘客 把位子禮讓給老人家坐 看到這情景後 小龐他也 或許只是單純的模仿 不過也算是日行一善喔 實在太棒了 公車再度上路 不過站著的小龐 看不到窗戶外面的景象 不知道什麼時候到海邊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按鈕 於是 這樣的確是可以看到外面啦 不過不要妨礙到其他的乘客喔 啊 公車已經開到海邊了 小龐 快點像練習的時候一樣 按下車鈴吧 太好了 小龐成功的按下了車鈴 公車也就停了下來 不過接下來又有一個難關 就是下車的時候得付車錢 搭乘這輛公車 得先將千元紙鈔換成銅板 才可以付車錢 小龐他會嗎 兩千元紙鈔換成銅板 兩千元紙鈔都中八八了啦 看來他還是不會 還好 親切的公車司機 幫小龐把紙鈔給斬平 然後再還給他 只要輕輕的推進去就行了 太好了 前進去了 可是 又推出來了耶 不過小龐絲毫不氣乃 決定再挑戰一次 加油我小龐 車上的乘客和司機 都比氣乃深看著小龐 太好了 隨環同伴成功了 把錢全拿給司機先生 再等司機先生 找錢給他 好 請坐 終於抵達目的地的公車站 再從公車站走路到婆婆家 兩個小傢伙沿著海邊的小路走 結果 因為天氣很好 小龐決定帶著詹姆斯到附近晃一晃 重生的海灘真的很美 也難怪小龐會捨不得走 加姆斯走到樹蔭下 準備要小睡一下 好了 該出發了 好嗎 詹姆斯的背包卡到了樹枝 怎麼拉也拉不開了啦 小龐急忙跑過去幫他的忙 終於拉開了 想苦瓜跟黑糖好像也都沒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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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詹姆斯脫困之後 小龐就在旁邊坐了下來 這也難怪了 今天小龐一下子跳舞 一下子東奔西跑 還搬了些重重的東西 一整天都沒有休息 或許是因為第一次的沖繩任務 小龐太過賣力了 所以現在有點累了吧 沒想到 就在這時候 加姆斯背著小龐往前走 南方小島的小幫手任務 似乎讓兩個小傢伙的感情 變得更加深厚了 在詹姆斯的鼓舞下